住在新竹普顶普的一命吴先生 从五月份开始停在家门口的汽车 屡屡被人放置了钢钉板 害得他轮胎三番两次的被刺破 他不甘心平白受损 在门口装设了监视器 果然就拍到一名全身穿着雨衣的男子 半夜前到他的汽车旁放置了钢钉板 穿着宽松雨衣 头戴安全帽的男子 将机车停好后 前后看了看 从脚踏板偷偷摸摸拿了东西放地上 接下来脚踢踢 觉得位置还是不满意 心一横直接下车用手调整 放完前轮还不够 直到四个轮子都放完才肯离开 超过五公分的长铁钉 钉在手掌大的木板上 尖端处朝上放在轮胎前面 光看就觉得恐怖 车子启动往前开立刻爆胎 在那边住了二十多年 白天上班晚上就去上课 这怎么会跟人家结怨呢 好端端停在家门口的车子 怎么会被人盯上放置破坏物 吴先生也很好奇 羽衣次台客从今年五月五号 投一回现身 接着五月十七 五月二十六又来 后来吴先生装了监视器 六月八号 羽衣次台客再登门 这回装备更齐全 羽衣安全帽 还夹戴口罩 而且原本的铁钉 更升旗成钢钉 不安心啊 一出门都不安心啊 一到看没注意看 就像那天 七七天 急着要送朋友出去 一去 两个轮胎都 爆了 天天担心受怕 每次出门都得先检查四周 虽然觉得对方找错人 但看来这羽衣次台客 一天没落网 吴先生还是得小心为上 就怕没注意 还得花费大把修理费用 记者和梦千方 新竹采访报道 新竹采访报道